印度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镜头前握手展现友好 今年6月成功拿下第三任期的莫迪23日飞抵基辅访问 这是自1991年乌克兰脱离前苏联独立以来 头一次有印度总理到访 专家分析指出前不久才访问莫斯科的莫迪 有意展现不跟俄罗斯斩同一边的态度 而基辅也希望借此拉拢更多盟友 莫迪会后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 印度在乌尔战争中并未偏颇任一方 并表示愿意协助结束这场冲突 不过相比西方国家大力制裁俄国石油 印度并没有加入制裁的行列 反而加码购买 在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印度练油商已经成为莫斯科海运石油的最大客户 俄国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量已达五分之二以上 对此印度外长回应了 莫迪7月时才飞到莫斯科 会见俄国总统普丁 印度长期与俄罗斯拥有密切的经济与国防互动 因此这次造访基辅对乌克兰而言是打实异装 双方借这个机会签署关于人道与医疗等四项合作协议 乌克兰政治分析家指出莫迪此行除了展现印度与俄国不同边 基辅也希望这次造访能够让印乌关系正常化 华语新闻诚意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